小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如果你在看这动画片 你的妈妈让你去写作业 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你会很不开心是吗? 那如果说这个时候 你不开心该怎么办呢? 哎,我们今天认识这个小朋友啊 他呀非常的乐观 他遇到了不开心的事情 他可以自己转变心态 变得开心起来 那这是一个怎样的小朋友呢? 今天一起来认识他吧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一个接一个 好,跟着老师一起来读课题 一个接一个 哎,是一个接一个的什么呢? 那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吧 在上课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本节课的教学目标 第一,会认会写本课的重点生字 学会 哎,横折折撇撇一个笔画 认识单耳旁一个偏旁 这样是本课的重点 第二,正确流利的朗读课文 第三,感受我的快乐 愿意和同学分享自己的经历 好,我们先看一下本课的重点生字 第一个字 小朋友,念什么? 哎,对 念过 过河的过 过年的过 哎,不过 是一个转折 那这个过怎么写呢? 我们一起来写一下 横,竖钩,点 点,横折折撇撇 那,哎,这个字啊 念过 刚才老师说的时候呢 有一个新的笔画 就是横折撇撇 哎,也就是我们这个走 走,走,走 走之旁的,哎,第二笔 注意是横折 然后折过来撇 啊,走之旁的第二笔 那这个字在填字格上什么写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首先呢,我们先写这个 哎,寸 那我们先在这个 呃,左边的上半格 稍微多出一点 写横 然后写竖钩 然后这个点 你们看一下 正好写在了 横中线和竖中线 哎,交叉的这个位置 是不是? 然后我们再在 左边的上半格写一个点 然后横折折撇 这个横的起笔呢 是在横中线上面啊 上面一点点 横折折撇 然后是那 这个那呢是一个横那 一定要注意 走之旁呢 是由三笔构成的 点横折折撇 然后是一个横着的 哎,那横那 这个字就念 哎,过 过和的过 那这个过是由一个寸 加上一个走之旁组成的 那我们就可以说 走了一寸 就是哎,过 过和的过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字 这个字念哎,个 个字的个 个个的个 那这个个怎么写呢 我们一起来写一下 撇,横撇 那,竖横折 横 哎,我们看一下 这个个啊 它是由哪两个组成的 那上面这个呢 叫做矮折纹旁 那下面就是一个口 那这组成的就是矮个啊 个字的个 好,那这个字 在填字格上 写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首先我们看啊 沿着竖中线起笔 写这个 哎,撇 啊,撇写到了左边的上半格 对吧 然后写横撇 啊,横撇 然后写那 这个那写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不要和这个 撇和横撇 这个横交叉这块 不要从这起笔 要稍微往下一点 啊,写那 啊,这个撇和那呢 要把它舒展开 然后下面写一个口 就可以了啊 这个字念什么 哎,念个 个字的个 哎,就是自己啊 自己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字 这个字念 哎,种 种子的种 哎,左边是一个 和苗的和 右边是一个 哎,中间的中 对不对 那这个字 加起来就是 哎,种子的种 那怎么写呢 我们一起来写一下 撇横竖撇点 竖横折 横竖 哎,这个就是 种子的种 哎 在田地的中间 哎,种一个和苗的种子 对不对 哎,在田地的中间 种一个和苗的种子 就是种子的 哎,种 我们看一下 在田字格上写的时候 需要注意什么啊 首先我们看 左半格写和苗的和 啊,我们先在上半格写一个撇 然后这个横 这个横呢 我们可以稍微往上写一点写啊 写一点 然后竖 撇 点 哎,这个点呢 哎,正好写到了 横中线上看到了吗 哎,一个小小的点 然后我们沿着树中线 起笔写 哎,树 这个树注意 要写到这个 哎,核的这个横的下面一点啊 树 横折 然后横 这个横啊 要写到横中线上啊 然后最后写一个长长的树 这个树的起笔要和这个核苗核的撇的起笔是一样的 这个字就念哎,种子的种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个字念哎,样 样子的样 模样的样 这个样是左右结构 左边是一个木头的木 右边是一个哎,羊 小羊的羊 一只小羊 哎,靠在木头旁睡觉 它的样子真可爱 那这个字就念样 哎,我们一起把这个字写一下 横竖撇点 点撇 横横横竖 哎,我们看一下在填字格上需要注意什么啊 首先左半格我们就写木字旁啊 不用说了 树横撇点 然后在右半格沿着这个树中线起笔写一个点 一个撇 然后写三个横 第三个横呢要写的长一点 而且呢 哎,起笔要在左边的下半格起笔 然后最后写一个长长的树 这个字就念哎,样子的样啊 右边是羊 左边是一个木头的木啊 我们来看这个字念哎,伙伴的火 这个伙伴的火也是左右结构啊 我的小伙伴 哎,所以它是哎,单人旁的 那右边是一个哎,大火的火 那这个字我们该怎么写呢 一起来写一下 撇树点撇撇那 哎,这个字我们就写完了 我来看一下在填字格上需要怎么写啊 首先我们在左边写哎,单人旁撇树 然后在这个横中线和树中线交叉这块 写这个点啊 然后写撇 这个撇啊,是个树撇 对不对 撇啊 然后写这个 先写这个沿着横中线和树中线写这个点 然后我们再写这个撇看到了吗 然后我们再写一个树撇 最后写一个那 这个字就念哎,火 伙伴的火 好,我们来看这个字念 哎,伴 伙伴的伴 伙伴的伴是什么旁 哎,也是单人旁的对吧 这两个字都是哎,形声字对不对 他们的发音都是发他们哎,右半部分的这个音对吗 这个右半部分是火,所以他也读火 那这个字右半部分是哎,伴 一伴两伴的伴 所以他的发音也是伴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字怎么写啊 撇竖,点撇,横横竖 哎,这个字就念火伴的伴啊 一个人加上一伴两伴的伴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字在填字格上该怎么写 首先左半格写单人旁啊 老师不多说了 那右半格啊,从我们的左半格哎,站左半格一点点 起笔写一个点,然后写一个撇 然后横,横 哎,第二个横要写的长一点啊 嗯,离这个单人旁的这个树很近对不对 写个横,最后写一个长长的树 这个字就念半 他俩合起来就是哎,伴伴 那小朋友你的小伙伴是谁呢 嗯,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个字念哎,这 这里的这 哎,我们看一下这个这是一个文章的文 加上一个哎,走之旁 但这个文章的文在写的时候呀 我们看它的最后一笔变成了 变成了一个大的点 哎,对 不是撇了,需要注意啊 是一个大大的点啊 不是那,注意 不是那,是一个大大的点 那这个字怎么写呢 那这个字怎么写呢 我们一起来写一下 点,横,撇,点 点,横,折,折,撇,那 哎,我们来看一下在填字格上该怎么写啊 首先我们先写这个文 啊,沿着竖中线起笔写一个点 然后横,然后撇,点 注意这个点 不要和这个横,哎,重合啊 有个空隙 写一个大的点 大一点啊 然后我们在呃,左边的上半格写点 然后沿着横中线起笔写横,折,折,撇 最后写个横着的 哎,那 这个字就写完了 这个字念什么呀 哎,念这 这里的这 好,现在我们把刚才学过的字呢 一起来再重新的回顾一下 哎,过 那这个走织的第二笔是 哎,横,折,折,撇 好,这个字 哎,个 种 样 火 半 这 哎,非常好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哎,这个字读 哎,接 啊,接 接 这个接是左右结构的 左边是,哎,提手旁 你的爸爸妈妈接你放学的时候 会用手拉着你,对不对 所以它是提手旁 然后上面是一个 我们看右边 上面是一个,哎,立 站立的立 下面是一个,哎,女 一个小女孩站立在那里 等着她的妈妈接她放学 对不对 这个字就念接啊 好,这个字念 哎,叫 睡觉的 叫 好,我们看一下 这个叫上面有三个点 对不对 对,然后一个突宝盖 一个是贱面的贱 那这三个点 我们就可以看成,哎,三朵花啊 长在突宝盖上有三朵花啊 啊,再见了 那这个字就是叫 睡觉的叫 好,这个字是,哎,再 再见的在 再一次的在 啊,是重复的意思啊 这个字上面是一个横 下面加一个,哎,冉冉升起的 冉 这个字就念,哎,再见的在 那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字啊 它是,你看 它有一个什么字 哎,有一个王,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树横折勾 但是它的写法上 一定不是先写王 再写树横折勾的 这个我们在后续的课上呢 会有介绍的 这个字念,哎,在 再见的在 好,这个字念,哎,做 做,做作业的做 那这个字,做事情的做 它是,我们做事情是,哎,人为的 对不对 所以它是单人旁 那右边是一个,哎,故事的故 哎,一个人在讲故事 哎,就是做,哎,做事情的做 好,这个字念,哎,个 个字的个 上面是一个折纹旁 下面是一个,哎,口 一张大口啊,好 这个字念,哎,种 种,种子的种 我们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把舌头,哎,翘起来 因为它是翘舌音 那,一个核苗在田中间 对不对 哎,它是一个种子啊 这个字念,种子的种 好,这个字念,哎,样 模样的样,样子的样 那是一只小羊 哎,靠在木头旁睡觉 它的样子真可爱 好,这个字念 哎,火 火,伴的火 它是一个什么字啊 哎,形声字 它的读音就是右半部分的 这个火的读音 对不对 啊,好 这个字念,哎,伴 也是形声字 它的读音是 哎,右半部分这个字 也是独 伴 哎,他们就是伙伴 好,这个字念 哎,去 啊,去 嗯,这个去怎么写呢 哎,这是一个去 那右边这个 是一个偏旁 叫做,哎,单耳旁 一会儿老师啊 会详细的去讲它 这个单耳旁 你们看一下 像一个刀一样 对不对 哎,好 这个字念 也 哎,也许的也 哎,我也去 啊,我也会 对不对 这个也 好,这个字念 去 有去的去 去位的去 我们看一下 是一个,哎,走 加上一个取东西的去 对不对 哎,我边走 边取东西 啊,什么东西啊 是一个有趣的东西 对不对 好,这个字念 哎,这 这里的这 一个文 加上一个走之旁 就是这里的这 好 这个字 刚刚老师说了 我们要学习它的偏旁 就是,哎 单耳旁 之前我们学过双耳旁 小朋友还记得吗 哎,双耳旁 双耳旁就像一个耳朵一样 对不对 那我们的双耳旁 在左边叫 哎,左耳旁 在右边叫右耳旁 这个呢 我们叫 哎,单耳旁 一定要和双耳旁区分啊 那我们可以怎么区分呢 就双耳旁 它是 哎,像一个三一样 对不对 单耳旁呢 就像一个刀一样 对吧 哎,那它在古时候呢 同的这个结 看这个结的下半部分 哎,是不是和这个 单耳旁很像啊 对不对 好啊 那一般是与信用有关 有的只是采用了这个结的升符啊 比如说这个印 啊,印章的印 比如说这个吉 哎,吉时的吉 它们都是哎,单耳旁的啊 好,我们来看这个字 这个字啊,是个多音字 我们刚刚学的这个字读 哎,叫 睡觉的,叫 那它还有一个读音呢 读的是觉 感觉的觉 哎,就是你的感受啊 我感觉啊 我感觉我睡觉的时候 窗户打开了 啊,就是一个感受 那我们通过一句话呢 就可以把这个字呢 两个读音呢 都记下来 我感觉刚刚睡觉的时候啊 窗户被打开了 啊,觉和哎,叫 好,我们看一下文中的词语 第一个,月夜 月夜呢 就是有月光的夜晚 啊,我们就可以叫它月夜 好,伙伴 伙伴在古时候啊 兵制是食人为一伙 那他们一起吃饭 对不对 一个小组一起吃饭开伙 所以当时呢 他这个同伙者就称为伙伴 看是这个伙,看到没 哎,但现在范子呢 共同参加某种组织 或从事某种活动的人 写作伙伴 现在我们写作这个了啊 伙伴 两个都是单人旁的啊 下一个有趣 有趣就是能引起人的好奇心 或喜爱 哎,因为你对他很好奇心 你很喜欢他 所以你觉得这个东西很有趣啊 好,下一个 各种各样 各种各样就是具有 哎,多种多样的特征 或者是各不相同的 哎,种类啊 我去图书馆看到了 各种各样的书啊 说明啊,种类很多 对不对 嗯 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课文啊 月夜正玩着踩影子 就听大人叫着 快回家睡觉 哎,我好想再多玩一会儿啊 不过回家睡着了 倒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梦呢 哎,我们来看一下啊 月夜正玩着踩影子 小朋友 你们玩过踩影子的游戏吗 哎,就是晚上的时候啊 前面有个小朋友在跑 后面有个小朋友呢 就追着踩他的影子 那如果踩到了呢 那就换回来 他再去踩他的影子 非常的有意思 那这个小朋友啊 玩得很开心 对不对 那听见大人叫着他 快回家睡觉 哎,看来呀 应该是很晚了 哎,我好想再多玩一会儿啊 哎,我们看一下这个爱 一声叹息 对不对 那就将我此时无奈 不情愿的心情形象的表现出来了 一声长叹 我好想再多玩一会儿啊 我还没玩够呢 对不对 这个时候啊 作者是很不情愿的 不过 哎,看这 不过是一个 哎,转折了 回家睡着了 倒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梦呢 看 哎,各种各样 是什么意思呀 哎,就点明了这个梦啊 不但多 而且各不相同 哎,非常的有意思 那这个小朋友 他刚开始玩的时候 心情是什么样的呀 哎,是很开心的 对不对 然后大人叫着他回家睡觉 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呀 哎,不情愿 但是他又想 我回家睡觉就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梦了 他又 哎,又开心起来了 对不对 那这个小朋友啊 非常的乐观 那这一小节呢 写出了我 月夜玩的高兴时 被大人叫回家睡觉 开始 我很不情愿 后来 转变心态后 心情就变好了 哎 我们接着往下看 哎 正做着好梦 又听见大人在叫 该起床上学了 哎 要是不上学就好了 不过 去了学校 就能见到小伙伴 多么开心呢 哎 我们来看一下啊 他做着好梦呢 也很开心 大人又叫他起床了 他又是一声长叹 要是不上学就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要是 哎 就 这样的一个 哎 写法是什么呢 哎 表示了什么 表示了假设关系 对不对 那表现了 我不想起床的一个 哎 想法 哎 那就是坐着想说什么呀 哎 不上学就好了 对不对 哎 那不过 哎 他又转变了心态 去了学校 就能见到小伙伴 多么开心呢 他的心态又由高兴到开心 到不愿意又到开心 对不对 哎 那这一小姐呀 写我被大人从睡梦中叫醒去上学 心里非常不情愿 可是想到可以见到小伙伴后 我就变得开心了 好 那到了学校啊 正和小伙伴们玩着跳房子 操场上 却响起了上课铃声 哎 要是没有上课铃就好了 不过 听老师讲故事 也是很快乐 很有趣的呀 哎 这个小朋友的心态又有了改变 对不对 他呀 本来在跳房子 但是听到了上课铃 然后又有一个假设 要是没有上课铃就好了 是不是 但是后来呢 他又想听老师讲故事啊 哎 也是很快乐 很有趣的 那这个小朋友的心态 又是由开心 不高兴到开心 对吗 一个心态的一个转变 那这一小节呢 写的是 我中完游戏时 被上课铃打断了 开始不高兴 但转变想法后 我又开心了 哎 小朋友 你看 这个小朋友啊 刚开始不开心的时候 那他会调整自己的心态 会让自己又开心起来 好 我们思考一个问题 那前三个小姐 我的心情 由不开心 又变成开心 文中 是用哪个词语连接的呢 哎 对 就是 不过 不过就是一个心态的一个 转变 对不对 一个转折啊 是不过 好 最后 这个小朋友问了 别的孩子也是这样吗 也像我一样 这么想吗 哎 这是一个好奇宝宝 他发出了问题 那小朋友 如果是你的话 你想怎么回答他呢 你也是这个样子吗 嗯 那你也像他一样这么想吗 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也是这么转变心态的吗 嗯 那这个小朋友运用了疑问的句式 表达了我对其他小朋友 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时 也能转变心态的一个期待 那这个小朋友很期待你们啊 遇到不如意的事情 能够转变自己的心态 让自己变得开心起来 好 这一小节写的就是 我对其他小朋友的期盼 嗯 好 小朋友 再问你们一个问题 学了这首小诗 你们懂得了什么 嗯 非常好 我们预示啊 要学会换个角度去思考 那我们要像文中的这个 我一样 保持积极乐观向上的心态 这样啊 我们才会遇到什么问题 都会慢慢的让自己开心起来 嗯 好 我们看一下本课的主题思想 那这首儿童诗呢 是以孩子的口吻 叙述了 我遇到一个接一个的烦恼 但是又通过乐观的态度 换个角度来思考 使得烦恼又变成 一个接一个美好的诗 诗歌充满童趣 却又富有哲理 遇到困难和挫折时 学会用乐观的心态去思考 快乐就会永远在你身边 好 我们现在对本课做一个归纳总结 本课的题目叫做一个接一个 那小朋友 现在你知道一个接一个表示什么了吗 诶 一个接一个呀 表示一个接一个开心的事情 表示一个接一个 由开心到不开心的一个转变 又表示一个接一个 心态的一个变化 由不开心又到开心了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 刚开始 作者玩着踩影子 诶 但是被叫了 让他回家睡觉 他很不开心 希望能再多玩一会儿 但是后来他转变心态 诶 觉得我还可以做梦 对不对 也很开心了 那后来他做着梦的时候呢 又被叫起床 诶 让他上学 他的心情啊 诶 又失落了 觉得不上学就好了 但是他转变心态以后 觉得上学可以见到小伙伴 也是很开心的 诶 当他和小伙伴玩着跳房子的时候 他很开心 但是上课铃声响了 他呀又不开心了 觉得没有上课铃就好了 但是后来他转变心态 觉得 诶 听老师讲故事 其实也是很有趣的事情 嗯 好 下面我们做一下课后的练习啊 给下面句子中的多音字 选择正确的读音 诶 我们看一下这个字 它是多音字 它分别读 诶 叫和诶 诀 叫我们可以组 诶 睡觉 对不对 那诀呢 我们可以组 诶 诶 觉悟 诶 觉醒 对不对 好 我们一起来试着填一下啊 昨天晚上头疼 感什么 诶 感觉 对不对 感觉像是感冒了 吃了两片感冒药 我就睡 诶 睡觉了 睡觉了 今天早上起来 怎么样 诶 觉得好多了 啊 好 那这道题呢 考察的是对多音字的一个辨析 这个字的读音可以根据意思来确定 那表示人或动物的器官对刺激的感受和辨别 啊 睡觉 醒悟时呢 读 诶 诀 诀 如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选择合适的动词填空 填序号 我们先看一下 诶 动词都有哪些 讲 踩 跳 哎 做 那讲这个动作 你能表示出来吗 诶 可以的 对不对 讲话 那踩呢 诶 你也可以能做出来这个动作是吧 跳 还有做 诶 都知道 那我们试着填一下这些动词啊 诶 什么影子 诶 踩影子 所以我们填 诶 二 好 什么好梦 诶 做好梦 对不对 所以我们填 诶 四 诶 什么房子 诶 跳房子 对不对 所以我们填 三 好 什么故事啊 诶 讲故事 所以我们填 诶 一 好 本题考察的是对动词的理解和运用 首先呢 我们先看一下 这些动词呢 表示的是怎样的一个动作 然后我们再把它填空 填完以后我们读一读 看看是否合适 那合适呢 你就是填对了 好 好 同学们本课呢 我们就上完了 通过本课的学习呢 我们知道了 遇到困难的时候呢 我们要学习改变自己的心态啊 这样呢 我们才会遇到一个接着一个有趣的事情 好了 小朋友 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了 再见 再见 再见